标榜着道德改革大旗的民众党 到底给台湾人民什么启发 态度问题 2015年4月1号 柯文哲说 这个违建无法理解 有新的违建绝对有利息 2020年说 违建是国词 各位刚刚讲的 那么你们老家的违建什么时候建构 就是在你说有新的违建绝对给你死之后 你们自己盖起来的 各位违建是个问题 另外呢 把防火箱给他阻塞 这个是刑事上的犯罪 刑法189条之二 他说的阻塞逃生通道罪 为什么 因为这一旦发生了危机 发生了风险 就会造成人命身体的损害 你都清楚 我们开始怀一件事情 以后如果柯文哲继续 义正言辞的说 大道理的时候 还有谁会相信 中间选民 你相信吗 年轻朋友 你接受吗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柯文哲 这是我们说的 耶稣会教主说的话 各位 之前柯文哲说 他要推倒蓝绿的高墙 蓝绿高墙不是这样推倒的 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是民众党建构了两个高墙 第一个是 防害我们说的公共安全的高墙 你骂完别人 自己家里就把高墙盖起来 违反了刑事罪 另外是什么 你建构了一个 让刑事犯可以插手 公共事务的保护伞 这就是这几年 民众党最大的贡献 台湾人民接受吗 我们接受这样的双标吗 各位看一下这一张 其实在不久之前 记不记得7月16号 在那个台上出现的 新任的黄法务部长 这就讲说 黄法务部长带给我们 什么样的启发呢 各位现在昭然落阶 这个报道是中广 中广请看清楚 是中广泛兰的报道 他在2023年 今年的3月16号 是黄国昌自己对公众说 李全教如果参加 所谓的国民党的中安全测会 是恬不支持 他说这是平行时空吗 他说李全教不认为他自己犯罪 可是在2020年2月 他都已经坐牢了 为什么 汇选啊 定验啊 而且服刑啊 各位现在回来看 可问者要不要跟你的 黄法务部长沟通一下 到底你们要不要继续支持李全教 到底民众党的中心核心思想是什么 最近我没有看到 黄法务部长出现 我想他此刻正在哀嚎 他想说哎呀为什么民众党 让我信于这样的不堪 不止这些犯罪 现在我们看到更多是 暴力讨债也进来 妨害自由也进来 妨害选举也进来 赌博也进来 伪造文书 还有皮条客家暴伤害全部进来 各位我在回应一件事情就是 中间选民真的能够接受吗 这些我们信仰台湾要改革人真的能够接受吗 这样的民众党沉沦得比谁都快 为什么 因为你想要赢啊 你想要赢这次的选举 可是选举要拿出真本事 要感动人民 要有政策 而不是借由这些我们说的黑道的组织堂口 快速的充实你的干部 这些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 我最后要讲一件事情是 这一张 这是最近在文章上很流行的叫做寄生上流 其实柯文哲现在走一条路是 他想要寄生到台湾的民主体制里面 过去八年 他侥幸取得了一个我们说的家教的地位 家教老师地位 不要忘记那个韩国评你们说什么 从家教老师到美术老师 到引荐他的爸爸当司机 到妈妈来当家管 所谓的上流社会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些人都受到了我们说的道德跟社会的制裁 柯文哲先生 这一次我们说的防火象事件 不要让柯妈妈出来挡 你要自己坦坦地面对 各位如果你这样挡的话 那是不是侯友宜跟郭台铭要把妈妈请出来 人家是有武德的 人家没有把他的家庭请出来 而柯妈妈在做件事什么 她在散布 民众党变成是一个民粹党 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 是法治 是公共安全 眼泪流下来 不要渲染这次的群聚